根据美国疾病剂预防中心CDC 在最近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了 即使在Delta变种病毒肆虐的情况之下 完整的疫苗注射对于防范感染 减少重症、住院及减少死亡仍然有效 而已经完整接种疫苗者 染疫的死亡率比未接种者小11倍 住院几率小10倍 染疫的风险也减少5倍 Delta变种病毒蔓延世界各国 民众除了勤洗手、戴口罩 降低被传染风险 事实上全台湾还有900多万人在等待第二剂 前机管局副局长施文宜认为 现阶段有两派整备逻辑 追求第一剂覆盖率 让脆弱族群完整接种 一旦Delta病毒入侵 第二剂覆盖率低恐怕难救命 再来第二类搞得乱七八糟 中央地方根本没有那么多防疫官员 结果导致救命疫苗变成人情疫苗 最近BNT疫苗倒货突然决定 有关第二剂 莫德纳加AZ已经13万人 第二剂已经打了14万人 官员哪有28万只都完全是特权 而且我们一再呼吁 希望公布名单 公布名单让全民来检视 但是中央指揮中心不愿意 就是不愿意 最近BNT疫苗到貨 突然決定讓學生先打 不少民眾期盼政府 能趕快開放讓長者 及弱勢族群混打 不論是站在群體免疫的角度 或者是風險評估的角度 對台灣的防疫有最好的保護效果 因此積極接種疫苗 利大於弊 BNT 如果第二劑可以打的話 我們原則上是 現在是選擇同樣的 如果說中央疫情 指揮中心覺得混打 評估上面可以的話 當然是沒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還是鼓勵民眾 如果沒有特別的身體上面的症狀 可以打的話 優先還是要去施打 由於目前台灣BNT疫苗數量多 專家建議政府能考量 若有國外實證研究支持 混打安全無餘 可考慮在下一波開放第一劑打AZ疫苗的民眾 可以混打BNT 提升全民完整疫苗接種的覆蓋率 TVBS新聞陳如環 肖映強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交點 等你喔